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依循习俗俗 2号上午在吉安初英水郡举办拜水头仪式 处长也表示 北花莲地区最重要的吉安大郡前程祭拜 这感谢上天赐予充沛水源 也希望同人出入平安顺利 有鉴于极端气候影响 农田水利署在灌溉政策方向执行三个面向 旭风寂枯 饮水广布 智慧灌溉 协助农民在耕作时 能够有更丰沛的水量进行农田灌溉 也就是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 风水期跟枯水期的落差 我们能以上面三个策略 能够让我们的灌溉用水 都能够平均分布给所有的农民 那像今年我们花莲地区 在二旗稻作的公冠上面 尤其在南区是我们主要的稻米产区 那在整个我们灌溉流域 在末端的部分也呈现供水不足的状况 但是经由我们工作站同仁 利用夜间实施调配水的一个措施 也在这边也呼吁农民 如果配合我们管理处的一个轮流公冠分区 使用水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度过一个用水的高峰期 随后也进行110年度水利节 基优表扬活动 表扬109年度基优小组长 优良监控人员 各工作站业务考核 吉安寸水源主要是来自于木瓜锡上游 经六座的台电水利发电厂后 由雏银发电厂的围水 以及三件小溪汇集 郡陆大小共计297条 总长度285237公尺 灌溉面积多达2540公顷 处长张其伟表示 在北华联地区最重要的 吉安大郡前程祭拜 除了是感谢上天赐予充沛水源 也希望同仁出入平安工作顺利 记者林杰 吉安湘采访报道